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贫穷是心理状态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 疫情肆虐 灾难频繁 导弹肆无忌惮地蜂拥而出 这种动荡不安意志 人类即将面临经济大挑战 Mike Todd 已故美国著名戏剧及影片制作人齐明言 破产是暂时的处境 贫穷则是心理状态 being broke is a temporary situation being poor is a mental state 这句名言充分说明 转平致富必须由心下手 然而量子力学之父 Planck的名言心事物资的multimatrix 更明确的他指出 心的背后有念念相续的意识 以及灵性智慧 可见意识是心的导向 再者2021年的世界首富Elon Musk 生产脑机接口为人类揭开抢救意识的热潮 同步昭示意识时代 首先何谓意识 意识意识 人类个体对自身内部和外部存在的感知或认识 它是我人生活中最熟悉 却又是最神秘的领域 所谓最熟悉者是有表层意识 即佛教所谓前六识 眼识耳识鼻识舌识生识 就能感知看得见听得见 嗅得到意识运作的功能 至于最神秘者 意识深层潜意识的运作 目前人类仍无法彻底了之 AI机器人由2016年AlphaGo的逻辑思维运作 迈向2018年AlphaGelo的直觉思维发展 如今意识已经被广泛认同 必须由直觉思维的开发 方能探索它的存在 就在彰显以直觉为导向的意识世代 已经面世 第三转平致富转化意识 在意识时代 我仍面临强大生存困境的挑战 转化思维带来超越时空的转化 之分直觉思维与去中心化 两大类细说思操方法如下 一直觉思维 触及意识 直觉思维 Intuitive Thinking 意识 不受固定的逻辑规则所约束 取而代之 直接领悟失误 重极本质的一种思维模式 它的特色 不假思索 因此 不受表层意识 以及颜耳鼻舌生时的束缚 直达深层浅意识 阿拉耶识 根据这个转化 并且触及终极本质 如如不动的寂灭特性 其识超的方法如下 第一 远离重情感官束缚 《道德经》第十二章云 五色令人目瞒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此诚甜裂令人心发狂 经典教导 避免重情 眼耳鼻舌生 等九龄肉色的享受 以及权贵名利的无尽追逐 终至上心病狂 无法自治 二 超越两端 解套生命困顿 直觉思维胜出的主因 来自拔高思维 因而超越信任界二元对立 例如贫富 宠入 美丑等的束缚 第二 去中心化 全能参与集体意识 元宇宙 Metaverse 结合区块链技术 Blockchain 吸引至少 三十亿人口数的结集 安全而快速地打造 去中心化的多维魅力社会 提供人人共同参与的实操如下 一 NFT 高效资产的移转 NFT Non-Fungible Token 亦指非同质化代币 每一个NFT 可以代表一个独特的数位资料 每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别于比特币 以太币等加密货币 NFT 具不可互换性 可视作 虚拟商品的所有凭证 也就是 虚拟世界 该数位资产的产权证明 可见元宇宙正在颠覆传统思维 以崭新的科技 为人类做出高效资产的移转 二 虚拟实境 人人权利平等 Web 3.0的去中心化概念 允许全人共同参与 直接为魅力加急加分 从此不再受主宰控制 人人皆有创造资讯 传播资讯的权利 不论在虚拟环境 扩增实境 乃至混合实境中 所有参与者 其机会权利均等 各自发挥自己的魅力无限 第三 相关行业加急转型 元宇宙的发展是全人类的 相关行业被计划转型发展 例如娱乐业 教育 医疗 房地产等 形成多维面向的发展 颠覆沟通交流 游戏 购物等等 实现逐步出户 能知天下事的奇迹 展新的协同游戏 虚拟会议 远端协同工作等 无不是对人类未来 新的社会关系 具足深远的影响 生弦结论 虚实之间共创致富 本文称称递进 由意识时代的福林 论述直觉思维 及去中心化 实操转平致富之法 中而观之 以上两种思维的升华 直及超越虚实两端 中置圆满 虚实共创致富的重点 所谓超越虚实 以及超越空有两端 这正是佛教 大乘不恶宗道的经要 知圆引经典 不确如下 大乘广百论思论云 因舍执着空有两边 领悟大乘不恶宗道 经典教导 超越对空有两边的直取 就是大乘不恶宗道 以及超越恶元对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